過去大家在身前這天的良善 緊接公開辦話題 所以這次在南科 前往十八千三難米 幾個良善和褐蟲秋冒比須主播 二十九和雙定十點良性結率 包括行政儀富裕党省榮金 經濟部長王美花 以及市長運輿鐵電國界貴賓兩百萬位 都告到建政半導體 一個新的李廷比中美最多勝大 當事長劉德英在地殊當中 強調請經台灣起手到處 而奈米也將在台中 和新德協力中重大選賞 台積公司將繼續保持技術領先 同時我們將深耕台灣 持續投資 並與環境共融 今天台積公司三難米的順利開發量產 是幾十年來與在地 共同成長的供應鏈 供應合作的結果 今天的三難米量產及擴產典禮 也代表台積電 在台灣發展先進技術 以及擴充先進產生的具體作為 會世界半導體產業的下一個成長高峰做準備 對中央高峰政府一路在土地 水電力領域支持 就希望世界半導體冷靜地位的台接電 未來十年地轉給共融營都這麼有一定的地位 在這裡也感謝我們台積公司除夕地不斷地投資 尤其把這個所謂的先進的製程留在台灣 藉著這個機會來讓我們呢 破除大家在談的半導體氣台化這樣的一個表演 戰隊 我要再引一句話 也就是剛結束的世界盃足球賽球王梅杰的一句話 首要的目標就是和團隊一起贏得勝利 沒有錯 台積電 台積公司 我們首要的目標就是跟 我們所有的半導體產業一起贏得勝利 就是跟台灣一起贏得勝利 就是跟所有的產業一起贏得勝利 鳴炮 大家請現場回答給我們熱烈的掌聲 超過小牛店裡 在這邊也算是三萬一比六三年五年來 將創作一條五千億美金的價值 而且在南科已經到出一條八千多億 創作一萬五千多的港洲機會 要把所有貴賓共同競爭的歷史性的勝出 我們的新聞 顧文吉 何喬邦 蔡宏伯的